软豆干丝是咱们苏仙一道特有的美食 很多人呢喜欢吃但是不会做 今天这个视频就得把你们教会 大家好我是汤广泛 今天呢就带大家做一道我们苏仙美食 软豆干丝 马上中秋节了 学会了在家露一首 首先食材呢咱们选用苏仙的果哨前掌呢 我手里这个前掌呢是我们更热产的 这是我认为我们苏仙最好的前掌 他家平时另卖呢都十大几块钱一斤 先把前掌子拼布开来以后 然后呢再跟着对折 折叠好以后离斑斑斜漆的 再弄湿道慢慢的给它切成细丝 记住了我们在切细丝的时候 一定要慢慢的来一道一道切 这样切出来的前掌丝子才能醋细一举 也不会有醋有细的 切好以后这个找个盒子给它放进去 然后果里边呢稍微加点水 开大火给它烧到谷谷茶 然后再立马给它给灌上 炒室里买一包适用剪 用齿换的小条子 咱们给它稍微的挖一克左右 放在水里面 不停的盒子给它盒子晕 果里面碱水垫好以后呢 咱们旁边 还得再准备一盆清水给旁边备用 这才能把切好的切成丝 放在前掌丝中去烫 放进去之后不停的搅拌 让这杆丝呢能均匀受热 为什么要放在减水中去烫一下子呢 因为这一步操作可以让这个杆丝呢 入口 非常的嫩欢 好吃 再配上淀粉苟芡 在里边呢不得炸制五的 还有一点就是烫的时间不要太长 大概30秒左右 您用手给它给捏捏 外面发溜溜的 里面呢不烂就行了 赶快用筷子呢给它给倒出来 放在旁边的清水中 这放给清水中的目的 第一呢是让这个杆丝 迅速的过凉 不得烫烂呢 其次就是洗干净 上面表皮的减 要不然少出来作贼不好吃 洗干净以后呢 咱们俩给弄出来 放给旁边备用 接下来准备小料子 切点大葱生煎啊 蒜片 再稍微的来把香菜 这道菜也能做出来好吃重重 一定不能少了这个煮油 最关键的一步 马铃薯淀粉 一定也不能少 而且这个淀粉 我们先把它加入丸中 再倒一小碗水进去 用筷子给它搅晕 成水淀粉备用 这所有洞准备好之后呢 咱们给锅里边火给对桌 锅烧着之后 稍微的加点油进去 先下从养蒜 进行煎炭的变炒 将从养蒜的香味给它炒出来 能吃辣的搁的干辣椒子 不能吃辣的不给 卡进去再次朝向之后 再给锅里插瓶里开水 稍微倒掉一个里边 随后再倒入烫好的杆丝 这千尝丝加进去之后呢 你再看那水够不够好 水一定要跟这个千尝丝保持一瓶 不够呢 咱再往里补 最后挑味咱们放入适量的食用烟 增加底味 再来来几斤 挑味提现 怕吃几斤重度的 可以补给 水烧开以后 大约煮个40秒左右 我们用筷子 再把刚才的水淀粉 充分的搅晕 让水和淀粉完全的融合在一袋 最后说字向下 不停的再过程搅 水淀粉太高慢离 一点一点往里夹 这边呢 手也不要掀着不停搅 记住了 在操作这步的时候 火一定要大 因为火大 够出来的芡呢 它才能明亮好看 火小的话 够出来的芡 它就是那种稀里糊涂的 你看看这锅中 芡份 不要放的太多 能让这个汤汁 全部包裹在 杆子上面呢 就行了 这样烧出来 再漂漂亮的 好看 而且香味 多能包裹在这个汤汁中 紧接着 我们再瓦里达出 煮油给它加进去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加入煮油呢 第一 也是主要的 是增加香味 其次呢 就是缝住这个 杆子的热量 加进去之后 不停的嚼 把这个煮油 弯曲的融合在杆瓷里面 这样我们出锅以后 倒入攀中 你根本看不到热气 零分的黑胡椒也不能少 用手稍微的捏一小佐子 撒在上面 再稍微的给点香油 增加香味 这两样东西下去 香味立马就上来了 最后放点香菜 这道菜呢就制作完成了 在吃这道菜的时候 我友情提醒一下 第一次吃这道菜的朋友 你别看这道菜表面 没有热气 但是你倒开来放在这里面 你要是一块头的 直接往这里边添 能给你吐敲盐 我跟你讲 吃这道菜的正确方法 是倒一条锅子 先给它倒个笑碗里面 再用嘴呢 给它给吹吹 这样吃的时候呢 就不怕吐了 看到这 我相信大家呢 都想去买的钱账了 尝试一下 有情提醒咱们苏贱 卖钱账的老板哈 明天躲背贴钱账的 都这样吧 大家记住了 我是圈王最细的初步 对吧 我们下期再见